是 兄娘 玲儿 元月是后宫室最繁琐的时候 娘娘辛苦 你们不可偷懒 要照顾好娘娘 自今年起 你们昆宁殿 元月发双凤 明儿正让人手中 把高丽进的身送过来 你们好生给娘娘炖汤滋补 是 走吧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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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灰肉不回去了 灰肉陪你 灰肉不回去了 廖子 你是哪一年开始跟着朕的 从天盛末年 朕就在福宁殿伺候了 不过 不过 最开始是跟着张茂子 后来大娘娘轰了 朕真正开始主政 她是朕最信任的人 担负要职 黄承思内东 但是 你开始战战兢兢的 摸不清朕的脾气喜好 还是什么事 都要找她去问 都要找她去问 你虽不是个多精明的 跟了这么久 这两年 也不必事事都去问张茂子了吧 这有时也想不通 朕在你们的心里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需要小心揣测实施提法 若朕真做了昏君的事 便要站在正道一边 静剑强剑乃至兵剑 起来吧 起来吧 心里想什么也不是罪过 管她心里善心里恶 心里喜欢心里怨对 心里忠于真心里恨真 都没关系 你们都一样 只要不坏了规矩犯了错 该在什么地方待着 便在什么地方待着 走吧 回去吧 来 来 来 妹妹尝尝 昨日新做的点心 宗石和涛涛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官家说要给她俩主婚 宗石哥哥和涛涛姐姐 要回来了吗 慧柔 越来越没规矩了 嗯 慧柔见过余娘子 宗石哥哥和涛涛姐姐 要回来了吗 傻孩子 他俩既已出宫 是不会再回来住了 他俩如今定了亲 便是未婚夫妇 反倒要避嫌 不能一出玩了 不过再大一些 结了亲 那就永远可以在一起了 结亲 就是做夫妻 像弟弟和娘娘那样吗 对啊 官家子娶皇后女 本家是皇室配薰臣 涛涛和宗石又是从小最要好 真是一桩大美事啊 像爹爹和娘娘那样 高姐姐是不会答应的 别乱说话 高姐姐只允许宗石哥哥 对他一个人好 那时候宗石哥哥通过玩得多了 高高姐姐就不开心 有一回 宗石哥哥帮周姐姐也抄了书 高姐姐好几天都不理睬她 直到宗石哥哥发誓以后 只帮她一个人抄书 官家有了最新来做皇储 今后宗石便不会做官家了 平常人家虽说也是妻啊妾的 毕竟不像宫中 陶陶若当真厉害 管周宗石不耳色 也是有可能的 妹妹甚严 醉心来还小 官家春秋震盛 今后各位姐妹自会为官家夺蛋黄儿 我的姐姐 你也不注意这么谨慎 姐姐是不知 你在生醉心来的时候 宗里姐妹都真心欢喜 自己没本事为官家淡于子嗣 自然巴望着皇储之魔 是个厚道人 至于那位 哪怕是现在巴结她的 都在得知她生了女儿后 大大的松了口气 妹妹 辉柔 我们私下说的话 可不能对别人说啊 辉柔画了什么 姐姐看看 gemacht 我觉得还没画好 我要重新再画一次 这孩子 怀疾 今日我不想画了 好 那公主休息吧 小人先告退了 不 我要让你陪我说话 桂花糕 我昨天省下来的 姐姐几天才给我一块 我们来分 公主自己吃就好了 还是不是最好的朋友了 花姐 你不要说什么不敢 冒犯之类的 如果你说 我会很生气 很生气 花姐 我突然明白了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 你很好 我很崇敬你 实际上是我不喜欢你 很讨厌见到你的意思 公主说什么 那日爹爹对娘娘说的话 说娘娘很好 很对 还说没有爹爹 娘娘也可以当好皇后 也没有说娘娘不对 可是娘娘难过极了 她没有哭 也没有说什么 可是我知道 她比大哭还难过一千倍 一万倍 公主慎言 你别再说什么慎言慎言之类的 憋了这么多天 我连姐姐都没告诉 我只对你一个人说了 公主 公主 怀吉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在这里 我是不会告诉别人的 好 但是 公主也不能乱比呀 岂能把关架跟娘娘 这便是不敬了 或许也是不对 怀吉 怀吉 怀一个人特别好 比任何人都好 其实并不是很爱她的意思 我才知道 原来娘娘也不是很开心 原来宫里每个人 都很不开心 韩叔父 韩叔父 这两日才到京吧 今日一早 贸泽可知 官家急召韩某如宫所为何事 官家一向以忠韩叔父 必是有众人相伟 贸泽只知 昨日这个时辰 官家在崇祯殿 见了范仲淹 范先生 臣 韩琪 拜见官家 西北封列 韩琪 比两年多前离京时 憔悴了不少 臣问官家因忧边事 机遇成疾 臣回馈 无地自容 官家曾增增告诫 要我戒急躁 终因这点惹了祸害 好水川 臣 臣 臣愿受责罚 好水川 岂是你一人之国 你之下 任府等将军随忠勇 却绞心冒进 你之上 朕 始终难以 渴望建功的好胜心 朕此心 你们都是知道的 才酿成此话 官家太过苛责此身 可认得出 是吕相的字 只是 相比臣之前见过 似乎比例不大 他病了许久了 近日由衷 这幅字 是数日前 他托张德相送入宫中的 他托张德相送入宫中的 此逢是原案结案 朕始之时政之弊 荣缘除拖沓政务效率之外 更滋生奸命 匡骗 击凌 此乃国家之毒百姓之害 非改不可 朕与吕一俭等人提及数次 吕一俭始终言道 朕所忧虽是实 然而自古欲改制者多无善果 上月朕亲去探兵 他主动提出改制之事 问朕心中 何为改制成败之关键 朕答是民符 吕将说 这当是他最后一次 为朕禁言了 以圣人言 劝朕行事如何使民符 提拔政治的人 避开奸命 百姓便乐于服从 反之百姓便不服 屡向此言 朕深以为然 所以朕决定 选任朝野内外 乃至百姓心中 最正直的臣子 范仲淹 含其复辟入梁府 主持改制 臣以为 如今需改变现状的集中之集是立志 而立志又分现任官和未来官 宿现任官风气再与明处置 而选未来官 则再科举 熏香本是各位每日不离之物 然而近年西境所编 西域香料价高 民间颇有怨声 各位虽不是用不起西域香的 但为君分忧 为百姓引节俭之风 是我等当行之事 我和几位娘子商量过了 便琢磨出个有趣的节目 赛香 萍香 宫内诸葛的娘子 这几日已经选定了尚服局的相关 由相关出方则 娘子出姿 亦有娘子出方则 让相关配置的 今日制成香丸 便请诸位夫人 评出今日最独特不凡 清幽静心 费用最减的香丸 前几日张娘子说产后身体尚未恢复 不参加圆月任何庆典饮宴 今日张娘子看上去气色甚好 可用了午膳 有精神来做做 不参加圆月任何庆典饮宴 公主上立不了人 我也不放心将她交与旁人 不过她现在睡了 我便抽个空 也来参加娘娘的闻香会 给张娘子看座 添茶 我来呢 也不止闻香 原本我治香只为给自己解闷 并不想凑这种跟旁人鄙视的热闹 谁知前几日官家在我阁中 极爱这一路 说是香中仙灵 超脱凡品 定要我哪与旁人分享 于是我便让静奴照着方字制了 拿来凑个趣 那再好不过了 方才在内殿 顾思氏许内人与我 已盯着各位姑娘 将来自宜凤阁 祥鸾阁等八阁的香丸 各放置于香炉之中 娘子们夫人们见了 八炉香各有号码 夫人们不知是哪位娘子的香 放入了几号香炉 只有顾思氏许内人与我知道 一会儿我们会将这八炉香 各置于后殿仪式内 请夫人们一一品闻 最终为自己最喜欢的一炉香投票 投的是哪一种香 今日便可讨得这种香方子一份 香两丸 得票最高者 皇后娘娘有礼品相送 今日议论时政 众亲畅所欲言 朕急振奋 受启发良多 如此论证 今后当常行 立为规矩 为今后行政之指引 犯卿有一句话 朕身以为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 ?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恭喜张娘子 不过就是一点游戏 当什么枕 敬奴 来 这是我为今日相会准备的彩头 来 没人 再来 来 不用了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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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不小心踩到了衣服 请娘娘恕罪 可真是眼皮子浅 不过就是得了娘娘的一点赏赐 便欢喜地冲昏了头脑 摔碎了娘娘的赏赐 你拿几个脑袋抵罪 我看就该拉出去 先打二十棍 娘子饶命 娘子饶命 是 是尽奴蠢 是尽奴蠢 已经赏赐给你的东西 便是你的了 你摔碎了自身之物 国朝也从无查看臣下 是否将御赐之物保持完好 若损则降罪的潜力 静奴 你下去吧 我说了你无罪吗 娘子 方才娘娘说过 这是赐了我的东西 就算是摔坏了 也不应该责罚 娘娘说你无罪 我却没说 你梳头做官不如别人 梳得丢脸 如今靠我阁中香小胜一场 却得意忘形 丢的依旧是我的脸 二十棍 给我撵出去 娘子饶命 娘子饶命 小人不是得意忘形 是 是小人蠢 娘人蠢 请娘子饶命 娘娘 不如我能不能问一句 你说 据女儿所知 许静奴是尚服局四十四的女官 虽多应照在祥鸾阁做事 却还不是祥鸾阁的势壁 便如秋河一般 虽我姐姐看重她 多约她梳头 但她若有其他娘子约 我姐姐也拦不得 女儿说对不对 是的 那么许静奴既非在祥鸾阁犯了错 又非损毁了祥鸾阁的器物 更非商量张娘子什么 更接娘娘方才已判许静奴无罪 那么张娘子当着众人面前 定要行私刑责罚许静奴 女儿以为 于规矩不合 辉柔 你是晚辈 即便说得不错 也有失恭敬 向张娘子请罪 握照 张娘子 方才我说话不够公敬 是我不对 福康公主的请罪 臣妾受不起 四公主这会儿该醒了 定会找臣妾 臣妾这便回去了 敬奴 起来吧 后殿之中已经准备了 香料与香芳 一会儿各位夫人便可去选了 那许敬奴明明是看她眼色行事 故意给娘娘难堪 结果娘娘宽容不以责罚 她反倒是咬住不放 我当时打量着她的神色 开始骂许敬奴不够做做样子 是许敬奴那句 娘娘已经饶恕我 激怒了她 这孩子也是傻 原本以为自己冒着被娘娘降罪的危险 去讨好她 只要娘娘宽容 便能从她那儿得到好处 谁知一句话说的 让她听起来就是 娘娘说的话 旁人便无权反对 一下子犯了她的机会 她到底把自己当什么了 这后宫原本就是要听娘娘的 她还想越过娘娘去 她想越过娘娘 也不是头一回了 她凭什么 你说她凭什么 今日秋和用来参赛的罪江涵 堪称绝评 连苏学士 宋学士那样的才子 都惊艳而复识作词 阁中香虽有其思妙想 但就香品而言 怎能比了 能得铜票 其一 可见那位今非昔比 在贵卷中 已经很有了些用处 其二 还不是因为她提到了管家 且不说天底下能有几人 不愿投管家所好 连说今日在座的都是女子 再看不惯她的为人 也从心中羡慕她 能得爱人宠溺 对她的一举一动 一时一物 皆有模仿之心 谁说不是呢 从前倒没看出 姐姐也是心思如此细密之人 管家总说你最憨 可没瞧见你聪慧的时候呢 妹妹便别笑我了 从前我心中只有管家 便不用想那么多的事 看来 我便好好伺候她 她不来 我心中亦能念着她 度过漫漫长日 现在有了辉柔 又有了醉心来 自会为了孩子多些警惕 长长脑子 而且你看慧柔这性子啊 我真是担心啊 梦里都怕 那位牙字必报的心胸 若有朝一日盖过娘娘去 定会想方设法加害慧柔 自先帝锦德年起 文字三年以前 五值五年以前 不问劳役 不分咸鱼 假如数寮中 有一咸鱼重者 长思心里去海儿引违 众皆知为生事 必既之举之 非之孝之 而稍有差诗 必群其极限 精辟 丹叔 你可曾还记得 朕跟你说 你一会儿 把这份范仲淹的奏诣 送到昆宁殿去 娘娘 很喜欢范仲淹的文章 朕出去走走 你不必跟着 朕只走走 天黑就回来 公主 爹爹在用碗膳吗 你不当职了 官家不在 大约是去散步了 官家让我给娘娘送东西 那我给你快去昆宁殿 好 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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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董秋和 秋和 起来吧 怎么了 受了什么委屈 还是有什么难事啊 你这孩子聪明又懂事 苗娘子和皇后 都甚看重你 究竟是为何啊 有什么大难事 不能去向皇后求助的 难道 有人逼你做什么 你不想做的事 奴 其实毫无难事 只是输了一场 全然没想到会输的笔试 自己生自己的气 与人无关 这便起了 那日禁赛输头 赢者可升官 你未能赢 正看你都毫无失落之色 这又是比什么 能让你偷偷躲起来哭啊 或者七夕那日 你也曾偷偷躲躲起来哭锅 七夕时候 奴并不觉得自己输了 官家 七夕时候 奴记不如人吗 好好好 好好好 朕承认你记惯群芳 是因为朕有朕的考量 所以未曾选你 这下 真便更好奇了 你又是什么鄙视 真的记不住人了 今月下午的事情就是这样了 我真是不懂 像爹爹那样文雅温和的人 连用碗扇吃到小狮子割到牙齿 都不让我说 怕人都知严格追究 说厨子只是一时疏忽 并非大嘴 可割的是他的牙齿 却会被家众处罚 你说 爹爹这样的好 怎会喜欢那无理刻薄之人 却不喜欢娘娘 你说呢 你不要又说什么 不敢一轮之类的 你知道我是不会 对任何人说的 真在想 什么 如果人家不喜欢娘娘 又怎会连前朝开心之事 都急于她分享 却怕是历代最得宠的女子 都积少有的殊荣 可是 可是爹爹不觉得 张娘子不对吗 如果官家 对张娘子一味宠爱 不分是非 又怎会当众让她换下 与皇后撞色的被子 又怎会 不许她用皇后的车拧 可是 可是爹爹又时常纵容她 官家 定是心疼爱护她的 公主看她的无理 觉得厌恶 但是官家看她的无理 只是无可奈何 而她对官家 也必定与对他人不同 她不爱公主 但一定是极爱官家的 那遭利 你不进来坐坐吗 公主 天已经晚了 怀疾还要回官家那里扶命呢 我不喜欢黑天 而且还有些怕 但从今往后便喜欢了 因为黑天里有个怀疾 在看着我呀 李他 朕没有试过你的醉浆寒 不过说到阁中香 盛在离京叛道 几乎从前任何熟悉香料的味道 是的 但其实 其实若论香气绵密 层次之丰富 并非上品 但是所谓品质高低 意在于人的喜欢 今日既然得票相同 那便是同品 秋和没什么不服气的 只是 许继奴摔坏的那套奖品 十分珍贵 出自明家之手 之前世香 娘娘曾赐我用过一次 奴听闻娘娘以此为奖品 简直不敢相信 娘娘却说 她不擅此道 放在她手中 不过是多了一件 需要擦拭灰尘的杂物而已 娘娘虽如此说 奴却阻止娘娘心意 结果 因为奴的自负 她到了不知珍惜的人手里 落得如此下场 奴实在是觉得难过 你是真爱此道 看到好器具损毁 如同武将挨鸣居毁伤 剑客剑宝刀断链 你也不用懊恼 其实 你也并非因自负而落败 你从小便在擅长制香的祖父身边长大 手艺水准 识香的本事自是极高 然而历来至香的法则已入骨血 便是有意想与从前不同 却也很难真的离开套路 张娘子便不同了 她古灵精怪 才思敏捷 无任何经验套路 反而会在新其二字上 赢了你这位世家传人 是的呀 官家 奴不敢自称世家传人 奴家里只是 无妨 你想通了便是朕没有白白耽搁 毕竟七夕那一次 朕是出于其他考虑才未选你 朕有朕的考量 但是对你不公 其实今日呢 朕想也未必朕的公平 官家一席话 奴真的不再纠结了 你不计较纠结 朕却要给你一个公平 你未能得到皇后的奖赏 朕便补你一个 奴不敢 朕要赏你 你不从 那也是抗旨 奴不敢 你一时也想不出要什么 朕一时也找不到一套同样的相聚 这样吧 朕便赏你一个要求 你随时保佑 这个要求 只要不违背刚常伦理 国法公规 你何时想到 朕都可以给你兑现 哪怕是 你想嫁给星客的状元郎 都可以用这个许诺 让朕给你止婚的 谢官家 好了 天也晚了也该回了 和你闲聊一番 朕心情大好 嗯